最后 耶稣会选择玛利亚和耶稣 也因为这两个人看重一件事情 他们看重上帝的通杂 天使对玛利亚说 天使对耶稣说 我要给神要给你一个儿子 他必称为以玛内利 英文叫做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以玛内利是希腊文 希腊文意思说以玛 以玛就是同在的意思 Nu是我们 L是大能的神 三个字加起来就是 大能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到耶稣和玛利亚 是一个很看重上帝同在的一个人 一生都是在追求上帝与我们一起 今天在你过圣诞 庆祝圣诞的时候 再一次的鼓励你 再一次的来跟你 对你对你而来提醒你 如果耶稣在 这来临的12月25号 再一次的降生 耶稣在寻找 对的人 你是那个人吗 耶稣找的那一个人 有些人是这样 他信耶稣很久了 有些人信耶稣有一年了 有些人信耶稣有两年了 像我这个老康康 信耶稣已经22年了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信了耶稣一年 耶稣有没有在你心里面 长大一岁了吗 如果耶稣信了耶稣四年 耶稣有没有长大四岁了吗 你让耶稣在你心里面成长 是不是你 你越来越老 年轻的越来越大 可是耶稣从来没有长大过 在你心里面没有长大过 因为你没有让他长大过 你没有让耶稣在你心里面 发挥那个功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不好我们趁着这个圣诞的来临 我再一次来提醒你 让我们过一个2011年 有意义的圣诞的时候 我们要活 要过一个好像玛利亚和耶稣的生活 让一生都逃足死业 满足上帝的心的一个人 我相信 你的生命 就不再一样 让我们站立起来 了解